大家好 欢迎来到据新闻频道 我是美玲 由于外资企业撤离中国 加工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与墨西哥 深圳龙华区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打工者 他们没钱住宿 只好露宿街头 中国经济疲软 网络直播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官方首次宣布要将网络主播增列为新职业 网友嘲讽说 这下当局就解决就业问题了 在毕业季前夕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共识拟增19个新职业 除了增加生物工程技术人员等科技工种之外 备受瞩目的是网络主播 也是赫然在列 有网友表示 如果网络主播也算职业的话 中国就业率就可以稳定在百分之百了 还有的网友联想到此前中共认定 一周工作一小时就算就业的规定 那么对于网络主播来说 每周开播一小时就算是就业了 自从直播平台兴起以后 大家看到了那么多网红主播 只要与粉丝聊聊天唱唱歌 就能日进抖金 都是很羡慕 做主播没有门槛 不需要学历 一台手机加上支架就能上岗工作 也没有任何的时间限制 因此大量民众一窝蜂的做起了网络主播 普通人夜爆火的例子里见不鲜 两个月前 25岁的郭友才靠着自己的歌声 一息爆红 就是一个从草根逆袭成功的范例 5月中旬 一身复古装扮的郭友才 梳着油头 留着胡子 在荒废已久的山东合泽南镇前直播 翻唱90年代华语歌曲诺言 不料短短10天时间 抖音粉丝突破了1000万人 最高时每天收入超过人民币380万元 郭友才唱歌虽然没有什么技巧 但是却充满感情 一下子能戳中人的内心 让人感受到大陆底层百姓的挣扎与无奈 有人说 他走红就是因为他真实自然质朴 不过 也有分析认为 郭友才爆火的背后 是抖音平台在推动 他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何泽南镇就于1978年 但是早在十多年前 就已经停运了 战前广场在晚上是漆黑一片 人机罕至 郭友才直播带火了何泽南镇 全国的主播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各路网红也是扎堆上场 根据官方数据 何泽南镇在当时 每天接待旅客超过40万人次 他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草根逆袭的故事 1999年 郭友才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在他10岁那年 母亲离世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由于家庭贫困 他不得不在13岁那年辍学 踏入社会 开始了艰辛的打工生涯 他曾在电车修理厂当过学徒 也在洗衣中心担任过前台服务人员 也做过房产销售员 20岁时 他认识了女友舒畅 当时他几乎是一品如洗 但舒畅的家人并没有嫌弃他 走红前 他白天在何泽南站直播唱歌 晚上和女友摆摊卖烧烤 虽然辛苦 但两人却从来没有因为生活 而抱怨过一句 郭友才爆红以后 何泽市政府反应迅速 立即对荒废多年的南站进行改造升级 连夜修整了 通往广场的路面 还派出三辆转播车服务 希望他能带活地方文理经济 不过 这股直播热潮很快就被叫停 在微博上必须割掉危害孩子 这颗全民网红独流的话题登上热搜 何泽官方不得不发公告禁止文艺活动 郭友才随后宣布停播 郭友才只走红了十天 却已经赚到了绝大多数人 一辈子都是无法企及的财富 郭友才的走红看似是突然的 背后其实有内在逻辑 那除了运气的因素之外 平台作为幕后的推手 可以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平台为他推送进行大量曝光 加上自媒体和各路网红跟风 完成了这场流量狂欢 平台为何热衷打造网红 有分级人士认为 平台需要借助这些网红吸引更多的客户 同时 平台与主播之间有抽成的比例 主播们打赏变现越多 平台获利也就更大 在郭友才之前 开封王婆一炮而红 成为今年第一位火出圈的网红 既平台账号10天涨粉超过了400万 王婆说媒的节目热度水涨转高 连带着河南开封也是脱颖而出 成为新近的旅游热门城市 平台虽然能够快速打造网红 但是这些网红往往是转瞬即适 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互联网的浪潮之中 截至到去年的12月份 中国全网短视频账号达到15.5亿个 有1508万人把直播当成主业 调查显示 其中95%人月收入不到5000块钱 月入10万以上的仅占0.4% 也就是说98%的主播连温饱都成问题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 于是去图书馆洋装上班 就连繁华的深圳近来也出现了这种现象 网传在龙华区红山的深圳图书馆 即使是在工作日 馆内也是坐满人 以年轻人居多 许多年轻人带着一台电脑 有的发简历 有的看视频 有的抱头大睡 图书馆成为了这些失业者暂时的避风港 图书馆的桌椅 也成了他们的临时办公室 他们认真地浏览着招聘网站 精心地修改着自己的简历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工作机会 表面上看似平静 其实大家内心都有着深深的焦虑 一位网友说 自己本科是武汉大学读的 自从上一份工作被裁到现在 已经有四个多月了 但他每天都去图书馆假装上班 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 说我们是城市里的新型流浪汉 中肯的一针见血 我当时还在群聊里面 找过跟我一样状态的人 他们跟我分享过攻略 就是说比起商场连锁店 社区图书馆对失业人士会更友好 既不用点东西 又有免费的空调插座网络 最主要的一点是在图书馆待着体面 因为像我们这种人肯定是要先考虑 怎么让自己活下来 再去学习提升自己 然后重新出发 工业重镇深圳正在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经济与社会挑战 深圳龙华区到处都是 无家可归的露宿街头者 这些露宿街头者 与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不同 他们既不是酒鬼也不是乞丐 大多数是勤劳的打工人 他们没钱住旅馆 只能在街头打地铺睡长凳 深圳失业率飙升 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深圳今年第一季新登记失业居民同比增加40%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新增登记失业人数不包括以前已经登记的失业人员 许多被裁员并没有被记录或报告 因此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可能仅是整体失业人口的一部分 有网友说 全国所谓的改革开放 深圳就是一个缩影 今天深圳的衰败就是明天 全国的必然结局 2024届中国大学毕业生 现在正走出校园 而毕业及失业的情况在中国各地是比比皆是 根据官方数据 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了1179万 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这连招聘平台近期发布的 2024年大学生就业率调研报告 2024届高校毕业生中一半以上工作都没有着落 中国各级政府部门除了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 也多次强调开发新的岗位 科研助理是中国官方缓解就业压力开发出来的一个岗位 不过广东一省属高校摩尔吉学院副书记 告诉美国之音的记者 大学没办法和企业比 不少大学今年实际上已经停掉了科研助理岗位 主要是谁出钱的问题很难办 一般省属院校根本没实力拿钱出来给学生 而且绝大多数本硕毕业生也谈不上有科研能力 最后也就是做做另一文件 查页资料 联络开会这样的杂活 然后要老师拿课题经费出来给学生发工资 你觉得可能吗 广州龙眼洞一高校老师告诉记者 老师天天催着毕业生找工作 有些学生感觉有些烦 同时也体谅老师的不容易 有的学生就自己写个证明表示找到工作了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特别是考公务员考研的学生 自己写个证明或找个考试辅导机构写一个证明 再登记成为自由职业者 从数据上看 这就算就业了 去年的7月份 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统计 中国青年实际失业率高达46.5%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重庆近日首次将成批大学毕业生跨国输出到中东就业 据《成城日报》报导表示 重庆市今年首次推动成批大学毕业生跨国就业 来自巴坚重庆市及四川省大学院校70多名英届毕业生 在重庆国企介绍下 前往中东阿曼务工 阿曼企业提供的职位 主要是技术和储备干部 提供时速 月薪在1.2万到1.8万元之间 每年出14个月薪水 而且每年有两张免费的来回机票 70多名前往阿曼就业大学生分别来自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8家学校 以化工科系为主 电气自动化和英语科系为辅 就业满两年后可选择续约 有网友认为 中东就是一个火药库 去那边有战乱的风险 目前亥以冲突战火仍在延烧 尽管战场离阿曼还有一些距离 但有消息显示 中共有意在阿曼兴建军事设施 扩张其在中东的影响力 中东战争一旦扩大 阿曼恐怕也会卷入其中 好的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请您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